其實我覺得可能在家裡的旅行都是比較堅困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從小到大都沒有一個想法 找個男人嫁了就算了,不用工作 我真的沒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前三十年都經歷的事情 或者是走的路都不是那麼平坦、那麼順 可能後面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人生你總有好的時間和不好的時間 不會你一輩子都是那麼慘、那麼好 所以你知道少年輕一點就多捱褲 可能之後會有一個好一點的結果 將你好像描繪到一個十目不射的一個女人 一個我們叫做心機很重的一個女人 好像很聰明 不會有 其實如果一個女人那麼聰明的話 她不會像我這樣走到今天的一路 其實我沒有說到 我會得我自己沒有說到 尤其是你想想我 我怎麼會不來下去再說 我恨不得你不要提 我不喜歡經常都會 拿回自己一些很不開心的東西出來說 所以 我以後都未必會再說 即是說了你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那件事又多麼值得光榮 不停地去自己去說 即是每個人都會有一種心裡的最理想 理想過我這樣 永遠你知道現實是這樣 你覺得總有例外的 是的 是的 我就是永遠都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我爸爸是有例外的 我不想說 等於我總是覺得生死是天注定的 即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經寫好了安排了 可能是關於前世的一些事情都未必 你覺得嗎 其實我覺得我最厲害的是我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超級女強人 我是一個人戴大我的三子弟 她的一生就只有我爸爸一個 我最近和媽媽聊天的時候 我都有問她 我說你放棄了你自己的愛情嗎 她就說沒有媽媽的小孩太可憐了 嗯 嗯 其實我覺得可能我的家裡的女人 都是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 即是不停地做事 我姐姐也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即是我自己個人是比較 挫強一點 還有 我好 自己是很奇怪的 即是明明是已經很崩潰了 很多時候 但都 不想被人看到我一個很弱的感覺 嗯 什麼原因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嗯 但是就 經常都 我身邊的朋友 有時候都會跟我說 就是 你有時候不需要逼自己 總是要一個很強 即很困難的姿態 走出去跟別人說話 你有時候你可以留下 你回來 你本身其實是怎樣的 嗯 脆弱的東西可以留下給自己 嗯 大家都說 你有不堅強 沒有兩級上